真猜啊 平日欸 各位 我要去的那家好像是在山頂 好秋喔 可以頂在梅花的鼓勵 他說這裡是賞蓮聖地 路上都是梅花隧道 有一個風通 這種景色真的蠻美的 哇 這什麼菜啊 這真的是蠻像一隻龜的 好肥喔 坐在梅花下面 吃個小吃 然後聽著一個福典音樂 開吃 這個高麗菜真的很好吃 嗯 這有梅子的味道 酸酸甜甜 大家好 我是阿滿 為了來到MANLIVE 今天呢 帶各位去南投信義 石歸梅園 以自由 現在又到了賞美的季節 我們就要一起去炒聖吧 廢話不多說 出發 GOGO 今天是元旦收假後的第一天耶 這個路 車子超多的 而且有點小塞 今天不是平日嗎 難道 就賞美的人那麼多嗎 真的塞啊 平日耶 各位 塞了 路太小了 我們可以開始上梅囉 哇 這裡有神木耶 沒有啦 就是很高的樹木而已 然後搭配著旁邊的梅花 別有一般風味 我剛才從比較大條的路 進來這個支線 發現一路上山都是 美元 超多家的 然後我要去的那一家 好像是在山頂 像現在我們要經過的這個是 十家美元 旁邊又停的超多車耶 超扯的 我不能想像今天是平日 好 好秀喔 哇 各位 我到了 我從支線這樣開進來 大概開了30分 終於到這個山頂了 然後這個地方齁 算是山頂了 我覺得 就是 整條支線的 最上面那個地方 來到這裡看到空地都可以停 可以停在梅花的前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這個低腰 這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真的是在整條路的最上面 然後一路上超多美元 有沒有超多 下去 9萬18拐 然後一直到牛仇坑 柳家那邊一堆 這裡叫 烏松倫賞梅區 他說這裡是賞梅勝地 然後姓義是青梅的故鄉 烏松倫 風貴斗和牛仇坑 都是姓義鄉的三大爽梅景點 每年12月到1月是梅花季 滿山片野梅花盛開一片雪白 3到5是彩梅跟製梅的季節 4月到6月是營火蟲季 那梅區後有原始的山木林 可以賞鳥 泡森林浴 那這裡海拔大概1000公尺左右 那我們要去路口了 這裡 從這裡進去 然後今天天氣非常好 很熱 這裡有梅花隧道耶 這裡有好多花喔 這還沒開耶 不知道什麼花 正在開而已 應該說這邊下去路上都是梅花隧道 這裡真的可以耶 這個位置 哇 裡面很多蜜蜂的聲音 你們注意聽 嗡嗡嗡 很難的 想要在一起 屁股 像是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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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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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有 這是櫻花耶 垂鷹 還沒開花 很多蜜蜂 有一個蜂窩 這裡有個鳥窩 這種景色真的蠻美的耶 油菜花的綠 跟它的花是黃色的 配上這種黑白風的梅花 就會襯托那個梅花的 美感出來吧 是嗎 這油菜花真的長得很旺耶 不輸這個梅花喔 這裡好像都可以走進去 這裡都可以走進去耶 裡面超多人在拍照的 這是這裡的地標 我記得這裡有一個石龜 等一下可以去找一下 我記得走在這裡非常療癒 因為蜜蜂真的很多 嗡嗡嗡的聲音 這蜜蜂都努力的在工作耶 這蜜蜂都努力的在工作耶 蜜蜂都努力的在工作耶 他這邊有在採蜜嗎 下面好像有一個市集耶 原來我們現在還有這麼高的地方 原來我們現在還這麼高的地方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走出來了 我們上去看 這邊花真的很多 這是櫻花 沒錯 這是蜂窩 我覺得這裡的眉遠非常安靜 不知道什麼 然後走起來很舒服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下面那個草地配藍天展 超絕 趕快看有人從這裡下來 這裡知道什麼地方 哦 知道了 這上面是停車場 每一台進去都是 可能今天平日吧 所以我們都停在下面 這裡有高山高麗菜 整片都是耶 感覺很好吃 它這裡好像一個石櫃的地標 去找一下 哇 這是什麼菜啊 沒看過耶 這是白菜嗎 看起來不是 還是芥菜 哦 我找到了 原來在它的 建築物前面 石櫃啊 它是以眾多小石頭堆在大石頭旁 久而久之形式一隻大石櫃 是它的特色 所以才叫石櫃梅圓 那它的面積超過三甲 可以欣賞到 大青 二青 軟枝 銀枝 梅等多樣品種的梅花 那因為它是位於 高海拔的山上 所以能居高里下的角度 觀賞整片雪白的梅花之景 而且它有 日文 英文跟韓文 的翻譯 讚哦 所以它這個就是石櫃吧 石櫃吧 是這樣嗎 真的是有點像 它真的是蠻像一隻櫃的 這有用船區 而且這裡 很多這種單獨的座位 可以坐在這裡賞門 就在那個停車場的後面 可以坐在那裡 野餐 像他們這樣 那個梅花開得很旺 然後 坐在梅花下面 吃個小吃 然後聽著一個古典音樂 就覺得很Chill 我們去看一下它有賣什麼東西 現在接近中午的時間了 哇 高里差一顆巴士 哇 這個咪咪 哇 這個咪咪 Mirook Mirso Mirso 구 replacement Mi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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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了 拍吃 我剛點了炒飯高麗菜跟豆腐湯 這炒飯好像有點便宜 終於開吃了各位 豆腐湯高酸高麗菜 還有蛋炒飯 等了大概一個小時 值得值得 最有興趣的就是這個高麗菜 好吃耶 很甜 這炒飯不錯喔 就是那種 家裡自己炒那種炒飯 而且他有加胡椒 那胡椒味很香 剛好肚子也餓了 喝個湯頭 這個湯頭有點特別 它的味道我不太會形容 總而言之 這個高麗菜真的很好吃耶 這一盤我吃得完 完食了 這個高麗菜推啊 好吃 吃完午餐來喝茶 很燙 這有梅子的味道耶 感覺是梅子茶之類的 好喝耶 酸酸甜甜 但是很燙 剛套好了 好啦各位 以上是今天 食歸美圓一日遊行程 今天是平日容 你們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 人潮其實不算少 還蠻多的 從山路這樣開上來 會車非常不易 但是 我覺得來到這裡 還蠻讚的 就是有點放鬆的感覺 然後他用餐區還蠻多的 高山的蔬菜 小吃可以吃這樣 OK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你更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 我準備下山會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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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